好了 孤魏 雙手暴躁 警方攻破房門大聲鶴令嫌犯蹲下 卻連衣褲都來不及穿上 他是暴力集團康幸成員 狼狽落網 警方之後在床底下搜出 折疊刀 手指弧等作案工具 這些都是他們用來恐嚇附近業者 收取保護費的武器 警方搜出開山刀 空氣槍 甚至還有一把瓦斯長槍 35歲的郭信竹先 與其他6名嫌犯 平常以球棒 辣椒水等武器恐嚇 每個月向台南市北區 及中西區的遊戲場業者 及計程車司機所討上萬元的保護費 至少有8名業者受害 警方調查暴力集團 平常以檳榔攤為據點 為了管理成員 主賢還買了管理學的相關書籍 案情報警台南地方檢察署 廟檢察官宇林指揮偵辦 於12月26日 佛曉展開拘捕行動 既請貨付法所得21萬元 親民嫌犯 涉犯 組織犯罪 恐嚇等罪嫌 統統被移送台南地診偵辦 警方也要從搜出的帳策中 釐清還有沒有其他店家受害 禁新聞 黃毅宣禮 欠財保報道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